罗尼伍德说滚石乐队这个月将带一个录音室重聚 重聚的目的是交流一下大家的想法 这个传奇乐队的吉他手周一的时候告诉媒体 他和其他团员想再感受一次 同时他也承认滚石成团50周年纪念日的确在准备着更值得期待的事情 在周一伍德为自己的展览召开的发布会之后 他发表了这番言论 这个展览主要展示了他自己的画画作品 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和其他成员的部分 以及拳王阿里和阿尔帕西诺 伍德说自己三岁时就开始画画 热爱绘画是因为这是自己想法的表达 并不像音乐是一个团队的产物 hmmm, yeah sometimes I have ten images that's the way I normally paint so I have ten canvases and work between the two I get a rhythm going between the ten you know, get a rhythm going and if I get something good going with a red or something 5月21号他还在亚特兰大有自己的演出 我每天都在做一整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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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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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好帥 你在这里选中 there,然后你再来 你呢,回来一下 再来 放来一下啊 不想来放在这里